这场比赛当中也是有世界冠军女双的名将贾一凡的登场 他将搭档的是自己湖南队的队友唐瑞芝 两位选手这次是组成了二号种子 那么贾一凡的这个国家队的搭档陈清晨呢 是搭档了徐诗宇是本次赛会的女双的头号种子 他们这场比赛的对手是来自江苏队 秦天悦和李星宜 参加这种全国的比赛呢 其实像国家队的一些主力啊 回到地方队都是大哥哥大姐姐了 在前几天的团体比赛当中呢 贾一凡也是又当队员又当教练 在报道当中也是能看到他经常带这个队里的小队员进行训练 贾一凡是一个特别朴实的一个运动员 虽然他已经是排名非常高的双打的主力 当然我们绝大多数羽毛球运动员呢 还是没有什么大所谓大盘的价格 都是这些带人非常谦和 而且也比较乐于帮助别人 就是在贾一凡的身上没有什么太多的 就是你看不出来明显的就是毛病或者缺点 就是作为为人来讲 今天江苏队的两名小将啊 真的就是这个很年轻了 都是14到15岁的年龄 因为他们是去年刚参加了全国的U13到U14的这个羽毛球比赛 两个人是获得了总决赛的女团冠军 应该说面对的都是两位国手 因为唐瑞芝也是在国庆队去年7月份进的二队 好 好 比赛也马上开始 画面上方的是湖南队的贾一凡和唐瑞芝 下方是江苏队的秦天玉和李星宜 江苏队的秦天玉和江苏 找左边贾一凡和唐瑞芝 无难 唐瑞芝发球 秦天玉接发球 比赛开始 0比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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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 2 2 2 1 2 2 1 2 1 2 2 2 1 2 1 2 2 1 2 1 2 1 2 2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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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排缺乏准备 这个球贾一凡接了一个两人前后的结合步 这个双打里边直接推某对方的这个中路 这种结合步也是比较有效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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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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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5 6 6 6 5 6 突然的偷袭个后场 漂亮 头顶封网没压住 这球没有杀下来的 头顶这一下 直接抽对角 像这种球有时候 不太好打 不太好发力的时候 可以采用篮调 就是跟排球篮网一样 球拍举在头顶 轻蹭地篮一下 造成这个球过去之后 虽然球速慢一点 但是过往之后 他贴着网往下走 对方还是比较难办 也是突然投袭一个后场 反派过度 动得太早了 他猜对方贾一帆会挑直线 但是贾一帆在出手之前 手腕一个变化 挑了一个对角 大家可以看到 像贾一帆这样高水平运动员的 被动球的挣扎能力 往前的这一次下压 没有能够过去 脚步没跟上 脚步没有跟上来 漂亮 这一帆在跳球的时候 手上的这出手 他手上是有变化的 利用这手指手腕 你拧这个球拍的角度 你看着他动作 还是挑直线 那这球又被受骗了 两个人的配合也是非常好 加一番挑直线之后呢 唐瑞芝就是准备着进攻 现在湖南队和江苏队都是 中国羽毛球传统的运动水平 非常高的两个省份 羽毛我们国家水平还比较高 就是整个的专业三级训练体系 相对来说比较完备 然而专业队不是说像乒乓球那么多 但是像江苏 福建 湖南 湖北 这几个省度是这么多年以来 已经就是有四五十年吧 都保持了一个很高的水准 也是中国羽毛球人才的基地 女双这个项目呢 目前我们在世界上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去年整个七番排名前十位 我们是有三队女双组合 进入到前十 而且去年也是聘请了 这个韩国来的教练 给女双的训练呢 也带来一些新的方向 脚步移动特别好 正手刷完了之后 结合头顶的点杀直线 这个需要有非常好的 底线横向移动的能力 就是转进攻了 看看秦天悦和李心仪这局的开局 能不能把比分养住 对年轻选小来说 比分是特别重要 真是他们的命根 这个要一比分落后 就很难扭转过来 往前的一个轻调 换发球 三比二 四比二 贾一反正第三拍非常凶 他们配合确实比较好 同伴因为发一号驱 这个通过背后的手势 已经告诉他们 那么他第三拍准备的 就特别充分 然后处理这个第三拍 也是一拍非常凶的 给接下来得分制造了机会 其实我一直想说 就是秦天悦和李心仪的 应该尽量把这球 打到唐瑞芝的手上 少让贾一帆出球 但是其实真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因为对方的回球质量比较高 你这球一般我们 球友就会说 你能把这球回过去就不错了 还顾得上打到哪 你还想要打到谁手上 你要是想能打到谁手上 就打到谁手上 那就是你比对方高了 这次给后场贾一帆 反击 连续的下压 这次呢往前 是李心仪得分 连续封投领 他这个推完了之后 马上已经举牌准备头顶的封王 所以对方球回过来 正中下关 开局咬的还是比较紧的 但是往往进入到终局阶段 就一步留神很容易被老将把比分拉开 出界了 强挑的特别到位 因为已经被动球了 但是力量大了 这球弧度也没掌握好 就出底线 你像这种球就是前面说的 像这个位置 其实是贾一帆来进攻 哪怕他得分在这个位置一拍杀球 贾一帆也得付出体能 你直接挑失误 贾一帆来说 就跟这种笑纳大理 但是都是这些原则 体育比赛都是 置意行难 你知道是一回事 在场上能做到 是另外一回事 贾一帆又是来到往前 这个封网和拿球的能力 还是非常强 没打准 10比4 中局阶段 这个比分就完全被拉开了 湖南队也是连续的得分 杀出界了 这样又是11比4 贾一帆和唐瑞芝再下一局 11比4 局数2比0 贾一帆唐瑞芝领先 好 加油 刚才最后一分球就是 贾一帆在往前那个挑球 就作为他这种顶尖高手的意识 这球其实他已经被动了 他不太可能抢到 能够推扑对手的这种位置 但是他的球拍 持拍上网的时候 他是给出一个 就是球拍拍 球头这个拍头向上 就让对方以为 他还能够推或者扑你 但是起码是我能推你 但实际上他这个球只能挑 但是由于他之前上网的时候 他手上的这个持拍的动作 让对方不敢动 他就怕你推你 但是有些水平低一点 他要挑的时候 从上网的时候 给出的动作 就让对方知道 你这球只能挑我 只能挑底线 对方准备的时间就早 就充分 1比0 3 5 5 5 第三局的开局 一上来贾亦帆和唐瑞芝 就是连得两分 球抢王 漂亮 这条揭发球就不错 可以对角 而且接下来就马上去抢直线封王 也挺坚决的 江苏这一对就比较明显 借得后场杀球 威胁更大一点 比心仪是在往前的封王 尤其头顶区的这个连贯的意识 还是挺好的 3 1 跳出接外了 可爱都是被动球 你怎么能把被动球处理好 突然的勾了一个对角 8球 2 4 4 4 5 5 5 我觉得这个管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能够无论单双打 能够保持下压应该是比较主动的 我觉得这个管因为可能风向会影响比较大 场地特别大 所以大家调底线调边线的时候 挑球的时候特别容易失误 突然的发扣场 又是一个收掉 这个发球的位置也挺绝的 这个位置就是对方如果没有准备的话 他平快球投你头顶的这个底线 很难 就是有时候是用出来挺难挥的 这球是简单的 还是比分咬不住 一下子又被稀里哗哗哗的拉开了 9比3 就是很容易犯的一个年轻运动员的问题 就是场上的这种心理 一丢了一分之后我特别着急 我赶紧再就想赶紧追回来一分 因为造成连续丢分的情况特别多 又是往前的一个调球 这一局已经两个了 就是感觉这种顶尖的高手控制能力 确实是一流 他拿的这个位置特别主动 再往前特别 你这个点越高越主动越好打 比赛结束 还是很轻松的 3比0 贾一帆和唐锐之士战胜了江苏的这一对选手 也是顺利的过关 11比5 11比4 11比3 合